今天土豪和他的爸爸被困在了100层乐高积木和100层胶带中 而且每10分钟自己能站立的区域将会缩响 40分钟后将会缩成一团 挑战开始 我或一根棍子插入乐高墙中直接造成坍塌 由于开局太顺利 武器必须降级 土豪好惨啊优秀也有错 爸爸拿着马桶棍戳了又戳 胶带墙只出现几个不足挂齿的小洞 土豪的新武器小刀都给捶弯了 笑死 接着爸爸武器升级 拿到了一把刀 在胡子出瓜辣瓜试试缝不缝利 这属实有点害怕了 这把刀确实还行 已经划开了一个口子 土豪没有武器了只能凭借蛮力 竟还真被他给拉开了 此时爸爸这边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土豪终于迎来了新武器 一把斧头 但条件是身上必须佩戴分辨模拟器 凯刚通上电 土豪的手就被通软了 拿着斧头工作了几下 电流越来越大 手就越来越疼 跪在地上哭爹喊娘 赶紧叫凯停下来 这样子比电影里的丧尸还像丧尸 而爸爸在一旁 却安安静静地拿下了一整块胶带 刚换上心道的稿头 就被凯通知 时间已过十分钟需要前进一格 土豪说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凯着暴脾气来了 直接就将土豪的鞋子 扔出去的一个大动作 爸爸用稿头薅了一下 啥情况也没有 而土豪这边的勒高里 还给添加了混凝土 两边难度都是升级的一个状态 土豪拿着斧头用力砍 爸爸拿着稿头用力薅 这时土豪得到了新的工具牛星锤 这么小的玩意儿哪有伤害力呀 而爸爸才是真的升级 得到了一个电锯 电动工具果然不一般 三下五除二就将建硬的第二层拿下 土豪则重新拿起来大斧头工作 十分钟又到了 凯拿了一个棒球棍 爸爸选择让给土豪 土豪一脸不可思议的结果 没想到这是爸爸和凯的陷阱 拿到棒球棍的必须穿上气球衣 土豪刚要找爸爸理论 结果踩了红线 接着就迎来爸爸的惩罚 这可真是轻霸呀 土豪则把心中的怒火 发泄在了积木上 乐高墙呈现了一个抖三抖的状态 直接塌陷 铁桥对爸爸来说也没用 只能徒手撕拉 接着又是一轮武器升级 爸爸拿到了电锯 土豪拿到了稿头 这稿头确实厉害 三两下功夫 混凝土积木墙就被拿下 爸爸太惨了 为数不多的电动工具 还没有了电池 给换上了没有攻击力的高尔夫棒 差点把爸爸给气晕 就我这个字不说打出来 一般手机都难写出来 搞头将第三层给干掉 倒了木板层 拿到了喷火器 爸爸看着熊熊火焰 表示自己也想要 凯又给爸爸一个大电锯 工作了几分钟链条都弄掉了 这也太糟糕了吧 接着又给换上了电锯 终于历经千难万苦取下了胶带板 三十分钟到 凯提出来两人交换武器的想法 爸爸这边还落下了玉米玉 拿着喷火器 可以整出一个爆米花来了 土豪拿着电锯又给弄没电了 太不给力 土豪又换上了斧头 爸爸又换上了撬棍 两人又成功拿下一层 土豪这是捅到快递窝了吧 快递和源源不断的流出 四十分钟到了 两人只有黄色地盘能占领 还好两人都是最后一层 爸爸拿着工具刀划 土豪拿着撬棍撬 这是凯大发慈悲 允许他们得到一分钟的时间 站在舒适的地方并随意选武器破坏 爸爸拿这招之前 最好用的搞头并花钱雇了个佣人 土豪拿着斧头 都在用尽全力凿 像是开了发动机一样 最后二十秒 土豪这边已经能全部打开 十秒 爸爸这边障碍物也清除 到了最紧张的时刻 爸爸率先钻了进去 土豪跟上 时间到 还是土豪年轻先落地获得胜利 爸爸毕竟还是有些年纪了 土豪说这个视频点赞到一千 他就破交代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